A股下周必破三千一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你也不用惊讶 很刺激 今天放量大涨成交一万两千两百三十一亿 已经说明一切 这条视频给我看三遍 必然明白现在各类投资者派系应该怎么操作 也希望大家给我几分钟 让我给你们分享一下现在A股的精髓 和你们并没有看到的真相 耐心看这条视频 这个双修笑着度过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爸的股评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五收平复盘的走势精将内容 首先在分析下周A股走之前 咱们先回顾一下本周 咱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大家都知道 在上周 咱们从2900点的周一开始告诉大家 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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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们把上周所有的收益都拿下了 在本周周一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不能够再去看多了 而且要开始谨慎起来 可以进行风高减仓 而且等待一个在3100点到3080点区域的回踩盘 然后你们看到了 咱们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呀 因为周一震荡 周二回踩 周三回踩 周四大跌 那么在周四大跌的时刻 我又一次直接告诉大家 3030点区域就是这波回踩的一个底部 那么这里只适合买买买 所以在我昨天晚上还告诉大家 今天是A股市场绝地反击 甚至说反雪复活的日子 所以由此看出啊 今天咱们就不用想了啊 又一次剥夺了一个差价 甚至说一个波段性的收益 但是在中午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了啊 A股市场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还想做波段的话 就要小做了 不要大做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下周将正式站稳3100 面对下一个目标突击站是哪里啊 3150点 为什么这么说呀 咱马上飞一下啊 在飞之前听到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前来散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平惊讲 下午五点收平惊讲 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 A股大趋势走向 你得加关注 每天准时准点来看啊 还是那句话 霸道我评只做有良心说真话 揭穿一切黑幕内幕 骗局真相的走势惊讲 咱们继续玩说啊 首先对于今天这个盘面啊 我再次提醒 一定要注意啊 有人说了 A股市场啊就怕高开 这一点我也是承认的 但是今天 为什么不让大家 做很大的波段呢 一定要切记啊 这里有一个原因 你要明白 今天的回彩盘 它并不是因为说主力跑了 而是什么呀 而是小伞呢 在形成一个高开的时候 这种共识力 甚至说在昨天那种做差价的 像咱们这种派系 它会有一个博多超短线差价的过程 所以会形成这种模式 但是为什么中午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啊 一定要切记 这个位置啊 这要做波段的话 也要少做 或者说不做 为什么呀 因为一定要切记啊 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利好啊 那么从一个美国CPI的一个数据来看啊 一定要注意 它预示说12月份就是一个鸽派思想了 所以这个美联储加息一旦出现鸽派思想 你想想 从现在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美联储加息 还有多少年啊 一个多月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一个多月 如果总是充斥着鸽派思想 那么全球市场将迎来一波很大的绝地反弹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咱们不得不承认 近期的股市乃至国企市场最大的纷扰区 就是美联储加息太大 那么一旦说 他们不形成如此之大的加息 你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最大的一个定时 那个是不是解除了 对不对 所以切记啊 超短派 我依然建议大家可以做高抛低吸 卖人卖洋 因为近期我已经说了 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更安全呢 但是一定要切记啊 中午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这次的高抛低吸 切记啊 要多保留一份防踏空的仓位 也就是说 比原来啊 更多一份防踏空 为什么呀 因为目前这个位置 连世界的定时那个都没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咱们A股 一旦说稍微有点动作 或者说有一个标志性信号 就会形成闯关三千一成功啊 不要感觉今天啊 有两次闯关三千一 没有成功 但是下周大概率就要成功了 为什么那么说呀 咱们继续分享 大家慢慢听啊 不许走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听完啊 咱们一般听我讲啊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嘛 说啊 首先是一个什么信号啊 一定要注意啊 在昨天乃至说前天 我告诉大家 北向资金你看到了吗 它开始形成什么模式了 自己看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形成了一个不再走的过程 然后今天呢 就是一个急性的 直接反转盘 你不要感觉上正大盘啊 震荡来震荡去 但是你会发现北向资金 今天当日净买入达到了146亿 当日净流入达到了168亿 这个破天荒的数字 激进达到了近期最强的一个流入量 代表什么呀 代表A股市场 终于中常派那种外置的思想 三千一没问题了 知道吗 一定要注意啊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国际的那个定时那个没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再次起想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美联储这个加息一旦出现鸽派求格思想 咱们不要管下个月14号到底有没有真实五十几点 即便是七十五几点 跟咱们现在是没关的 懂吗 所以咱们的汇率呀 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平稳的升值空间 这样的话 你会想一想 汇率如果升值了 那么国际性的消息纷纷扰扰 就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A股市场呢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信号是什么呀 是今天出现了一万两千多亿的一个成交量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成交量就要认真负责的分析给大家听了啊 一定要注意啊 在前面上两次分析的A股市场三年一 有可能会掉下去 我是怎么说的 注意 我说过 在当时十月份的时候啊 咱们在告知二九三四点形成底部的时候啊 在拉升到三年一 我开始形成一个小谨慎 还记得吗 那个位置 我也说过一句话 我说 现在呀 唯一的缺点就是量手 对不对 那么这次咱们又是从上周周一啊 告诉大家抄底抄底这个位置 形成一个拉升到这个位置 我又开始谨慎 目的是什么呀 依然告诉你们 量有点小啊 哎呀 还是小 是不是 那么我当时说了 什么样的量能够闯关三千亿呢 是一亿千万 也就是一点一万亿 你想想啊 那么我说过啊 只要说达到一点一万亿的成交量 才能够闯关三年一 今天到了什么位置 到了一点二万亿的成交量了 有人说了 坏了 这个成交量会不会导致 毕竟是有一个缺口啊 下周会不会回踩呀 这里就是重点了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我告知超短配啊 你们也是可以做一些波段的呀 因为下周啊 有概率是一个先意后扬 或者说是震荡完了再闯关的过程 所以你们那些就是今天出现的一些离场盘呢 在下周一旦回踩的话 切记啊 又是一次低息机会 而且这次不要再等3030了 我个人感觉你等不到了 我把这个图形放大 就能非常明显发现啊 在哪里啊 把3400点这个位置啊 往下延伸 看一看啊 每次的顶端 到底这个区域在哪里啊 就是一个缺口附近啊 也就是说什么呀 是这根下一线 曾经啊 在3400形成了一个压制掉下去了啊 在第二次反弹到这里又掉下去了 那第三次咱们无视啊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假反弹 知道吗 这是一个洗盘 第四次呢 到这里又掉下去了 所以这根趋势压力线 它不是被突破了吗 对不对 不要再等3300那个上下了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有概率 它会继续形成一个 也就是小回踩一下再熊起 还有一种概率是什么呀 就是直接拉升突破 所以现在成就量够了 所以咱们这个位置超短派 你即便做波段的话 也不要把自己做死 懂吗 而且呢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今天中午 我没有说的事情 今天呀 中午的时候 你们知道 咱们上午的最高位是什么吗 是3111.77 记得吗 当时我还想呢 你说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抱子顶啊 我在思考之中 但是呢 今天下午 终于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突破的过程 稍微减小了一些 薄弱的回踩能力 知道吗 所以下周初一定要注意呀 做到一个什么呀 首先 如果敢于回踩的话 你们这些今天 稍微减点仓的 就要不要等待一个 回踩低息的过程了 而且那个缺口附近啊 尤其是那个缺口 如果真的啊 有机会啊 切记关键词 如果真的有机会 敢于回踩那个小缺口的话 给我狠狠的加 知道吗 这个位置把这个仓位再做大 你们波段派就又有了一个 再次攻击向上的过程 那么下次咱们的一个压力风险点在哪里呀 直接告诉你们啊 在3150点了 不是3100了 下周3100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有两次闯关了 那么第三次 我个人感觉是成功的概率比较大的 而且这里再震荡震荡也不用怕 过去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么对于下周来说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在先一后阳之后 或者说震荡盘之后 形成拉升能否闯关到3150 但是到了3150附近的时候 霸道股平将再次带领所有波段派 咱们继续高抛低吸 这个位置记住了啊 高抛低吸先坐的稍微稳一点啊 保留防大空 然后等待慢慢的形成一个震荡向上 咱们去赚这个差价 懂吗 现在总结一下啊 下周的风险点不是3100了 因为3100下周大概率啊 在中旬呢 或者说初期就能够站稳了 一旦站稳这个位置 下跃压力位3150 到了3150那个位置 我将再次变连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个赞啊 咱们明天双休啊 还是有周平的 12点 准时准点 不见不散 下跃压力位3150